今天所使用的快篩片是由台灣尖端所開發的SMT快篩片 現在第一步我們所要檢測的目標是豬肉 我們先取用我們一開始就先取好的肉汁加入我們的快篩片 再來我們的目標物第二個是我們的蛋液 我們取用我們已經事先先用離心機離心完的蛋液 加到我們的快篩片裡 第三樣我們再用Positive Control來確定我們的快篩片 是不是有效 我們靜待五分鐘等待結果